怎样预防脑血栓形成? 脑血栓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疾病, 它的发生不仅同高血压, 动防御化的进展有关, 也与老年人的血液粘度增高密切相关, 因此为了预防脑血栓的形成, 大家要做好预防工作, 那么怎样预防脑血栓形成呢? 怎样预防脑血栓形成? 一,限制脂肪摄入量, 每日膳食中要减少总的脂肪量, 增加多部饱和脂肪酸, 减少动物脂肪, GPS比值达到1.8以上, 以减少肝脏和成为原型胆固醇, 烹调食不用动物油, 而用植物油, 乳豆油, 花生油, 玉米油等, 用量每人每日25克, 每月在750克以内为宜, 要限制食物的胆固醇, 每日每人运在300毫克以内, 也就是说, 每周可吃三个蛋黄, 二, 注意天气变化, 借上烟酒, 脑年人天气是一门力减弱, 不冷过热皆可使血粘度增加又发到中风, 因此, 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冷暖的变化, 随时更减低负, 其次, 戒烟, 戒酒对于脑血栓的预防也重要, 三, 食量增加蛋白质, 由于膳食中的脂肪量下降, 就要适当增加蛋白质, 可留瘦肉, 去皮品类提供, 可多用鱼类, 特别是海鱼, 每日要吃一定量的豆制品, 如豆腐, 豆干, 对降低血液胆固醇及血液粘质有利, 四, 限制精致糖和含糖类的甜食, 包括点心, 糖果和饮料的摄入, 随着饮料工业的发展, 各种含糖饮料不断增加, 但递多饮入含糖饮料后, 体内的糖会转化成脂肪, 并在体内食肌, 仍然会增加体重, 血糖, 血脂及血液粘制度, 对脑血栓的恢复极为不利, 所以也要控制饮料的应用, 生活规律 生活规律有利于任何疾病的预防, 尤其是脑血栓的预防, 要养成有规律的生活, 尤其是老年人, 因为老年人生理调节, 和适应机能减退, 生活无规律, 亦使代谢紊乱促进血栓形成, 其次即饭后就睡, 因为饭后血液聚集于胃肠, 易住消化器官制血供, 而脑部血供相对减少, 同时吃过饭就睡血压下降, 可使脑部血供进一步减少, 血流缓慢地进行血栓, 因此最好饭后半小时再睡, 另,注意烹调方法, 如果在烹调中放入盐, 烹调出来的菜仍然很淡, 难以入口, 为了增加食欲, 可以在炒菜时加一些醋, 番茄酱, 芝麻酱, 食醋可以调味外, 还可加速脂肪的溶解, 促进消化和吸收, 芝麻酱盘盖量高, 经常使用可补充盖, 盖离子可增加血管内皮的致命性, 防止脑出血有一定好处, 七, 脑穴症的病人要经常饮水, 尤其在清晨和晚间, 清晨饮水可充大胃肠道, 水温入血液后, 随活动以汗液和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 晚间活动量小, 睡眠前饮水的最大好处, 只可以吸湿血液, 防止血栓栓色, 法, 控制总热量, 如果膳食中控制了总脂肪的摄入, 血脂是会下降的, 肥胖或超重患者的体重也会下降, 最好能够达到或维持理想体重, 这样对全身各内脏的生理功能有益, 九, 脑穴症了病人, 有的合并高血压病, 食盐的用量要小, 要太用低盐饮食, 每日食盐三克, 可在烹调后再加入盐按钮即可,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